中國書百忙當中 在我們今天年度盛會裡面 謝謝總統 那麼同時呢 總統剛才特別提到 台商朋友們有任何的需要 政府會協助 台灣可以幫忙 而且呢我們台灣也正在 持續進步發展當中 謝謝總統 這段時間以來 疫情也帶來 全球經濟秩序的變動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在這一波的變動當中 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機會 把握這些全新的挑戰跟機會 強化各項產業發展的動能 也是我們現在最關鍵的任務 大家在海外為台灣打拼 政府會幫忙 如果有台商朋友想要回來互相打拼 我們也有相應的方案 現在想要投資 台灣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的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繼續推動 政府在資金上 也給大家實際的支持 而且我們的投資台灣事務所 就是服務招商的單一窗口 不只是在資金 連水 電 土地等各種需求 都是專人提供服務 先前大家所關心的課稅問題 我們也透過了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 及課稅條例來解決 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將資金匯回台灣 資金不過一年多的時間 匯回台灣資金已經超過新台幣2,200億元 台商朋友如果因應全球供應鏈的轉移 除了回台灣 還要到其他地方投資的話 我們也有台灣Desk 提供最在地的服務 讓我們的台商供應鏈 在全世界都有競爭力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的台商朋友 因為你們在全球各地和台灣共同打拼 讓世界看到了台灣人的堅毅和任性 未來政府會跟大家共同來吸收努力 一起要讓台灣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謝謝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回家 謝謝 非常謝謝小英總統 莉莉為我們致詞勉勵 USLEN 福利 食堂 市民 致 boiler 人 羽 復